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 我们真的要很多谢你 以让我们在一个全球疫情这么严峻的日子 香港是一个真的相对很缓和的疫情 让我们继续小心地出入 但我们是能够带着你赐下的平安 去过满一定的生活 让我们的心是安稳 安稳在你的话语里面 安稳在你的救恩里面 安稳在敬拜你的生活里面 我们多谢你 你值着今天的崇拜 敬拜 去让我们尽到和你的亲近 让我们经历在主土民 在你的话语 在特兴节目的商交生活 在和你的亲近里面 去捉紧你赐下给我们的平安 稳妥 是世人不能赐的 是疫情不能够拿走的 是动荡的世情都不会动摇的 求你就这样赐下这份平安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无论是什么疫境 什么的苦难都能够跨成 听我们的祈祷 教徒仰望奉主的名 阿们 各位姊妹 主来平安 其实真的很感恩很感恩很感恩 很难得 今天能够和大家实体的见面 生命有气息 还能够实在地互相去见到大家的面目 虽然握不到手 但我可以碰手搶 真的不是必然的 人生之中 谁没痛苦得失小不免 唱完歌差不多 苦难从来我们都要接受一个现实 是我们人生的常态 但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 会不会很容易跟他们说 信耶稣得永生 得平安 得喜乐 我们很容易令人觉得 信耶稣是可以帮你消灾解难 但实情又是怎样的呢 早前有鼎姊妹在团契公开说 盼望能够找我 在她的安息礼里面 去成为她主礼的牧师 不知道现在听到会怎样呢 其实听到我都挺窩心的 老实说 有鼎姊妹在她人生最后的阶段 找你去服侍她 你想想 其实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回答了 公开问公开答的 在团契里面 有些团契的鼎姊妹在场 不知道你能否记得过一幕 那我就说多谢邀请 原来牧者要为 全部人的团契弟兄姊妹做安息礼 那我听到也很诧异 那我就说 难怪我认识很多的牧者 都很长命的 去到九十多岁 那我现在明白为什么 这番对话呢 其实很轻描淡写 这样去将人生必定经历的生离死别 明白地看到是我们必然经历的一部分 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 我都去看回我自己的记录 数算我过去在08年入职到现在 十二年里面 我送别过多少弟兄姊妹呢 说清楚我牧羊的不是长青团契 很多弟兄姊妹是正直壮年 个个都要上班 终于是这样 我看回那个记录 有保留到记录那些 都接近六十位 十二年而已 当然有些不是团友来的 有些是团友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服侍的亲友 今天崇拜广道的题目叫 《受苦有益》 这句话是我很尊敬的 中国教会王明杜先生 其中一本著作的名称 言简意外地说出 基督徒对受苦应该有的正确价观 我作为后辈 我是为了一个很恭敬的心 望其寒背 去借用他这个书名 去讲出一个熟灵的功课 受苦有益 宣传的经文是《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 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 甚至有人可能识背 我们一起都去读一读好吗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 《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 《约伯记》是圣经一卷很有特色的书卷 书卷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国家的历史 或者世界大事 也没有论及以色列民族制度的资料 只是讲到有一个叫《约伯记》的人 参考辅助经文 其实是整个《约伯记》的第一章 我们知道《约伯记》是一个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甚至到一个地步 连他的子女有可能犯罪得罪神的地方 他都事先去献上帆祭 《约伯记》 不过有一天 魔鬼撒旦在神面前控诉这个《约伯》 认为《约伯经威神》 只不过是因为他能够在神那里得到好处 他骨子里其实《约伯》 对上帝你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交易式的敬畏 结果在上帝的容许之下 撒旦就可以奪去《约伯》一切所有了 他在一日之内 在毫无预备的情况之下 失去了自己的儿女 失去了自己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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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死了 经文记载 士巴人突然出现 老走了他的牛和牢 杀死了他所有看管牛牢的牲畜 忽然天上有火降下来 将他的羊群和看守羊群的牲畜 全部都消灭了 然后加勒底人忽然间闯进来 去到他那些鲁鲁的地方 把鲁鲁掏走 然后杀死了看管鲁鲁的牲畜 和此同时 他的儿女在他们的哥哥 兄长那里饮宴的时候 突然间一阵狂风吹到房子里 塌了 然后就将他所有的儿女 全部杀死 一日之间 发生了这些事情 遭逢巨变 若白有什么反应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就交代了 讲多一点背景 二十节加二十一节 若白就起来 撕裂外袍 去了头 虎伏在地下拜 就说出我们刚才读的一句说话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赤身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清重的 首先我们一起去看 第一个的重点 认定神的掌权 若白这番话里面 我们看见若白 为他顿时失去一切 当然也很哀动悲苦 但同一时间 在他人生一切的遭遇里面 他这番话都流露了 他认定神的主权 他将自己得福的遭遇 认定是来自上帝的 但是也都将他遭遇和患的经历 一样是掃至上帝 賞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都是耶和华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做的一套很容易 将所得的好处 就说是上帝祝福 但我们 是否这么容易将遭遇的和患 都是说是上帝呢 会不会我们有时都会尽量 避免说是来自上帝 不过若白却是说 上帝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甚至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 既然收取的是耶和华 为什么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呢 他在白心里面很简单的原因 佳恩生命本身就是神的恩典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他说完这句之后 才继续说 上帝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清重的 接近三十年前 我在中大茶经班 认识了一位弟兄 读医的 他良善正直 我很欣赏他 不过毕业后各散东西 没什么联络了 后来知道他结婚了 也建立了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为他很感恩 眨眨眼去到2017年 透过Facebook 知道他的儿子有些情况 于是启动了近二十年 没有联络过的那个电话号码 WhatsApp他 看看可以帮到什么 转眼又过了一年 他小子也出生了 打算祝贺他 谁知在未祝贺他之前 这个儿子出生第五天 就发觉患了先天性的主动墨修责 出生两个星期就要做开胸心脏的大手术 感谢主 手术很成功 不过问题是否就这样搞定呢 手术后八个星期三个月左右 病情就复发了 主动墨再次收窄 收窄的情况和手术前完全没有分别 即是说这个大手术是白做的 于是就再度多次通波仔手术 总算叫血液能够有一个 紧紧够用的一个循环功能 用到小孩子的身体继续可以稳定下来 不过作为医生的爸爸 心里有数 知道这个儿子的心脏 会很快被正常人提早衰竭的 一般来说 其实患上这个先天主动墨修责的人的寿命 平均是三十岁 爸爸每次想到这都很难过 但你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吗 去到2018年11月 这个儿子十七个月大了 发觉不是很妥 去检查 原来再发觉是患上一个叫做 神经无肿瘤的癌症 根据弟兄提供的医学资讯 小朋友患上这个癌症 一年后存活的机会率是零 不过这样 一个人同时幻想这两个疾病的机会 是一亿分之一 经过几个月极其艰难痛苦的时间 小朋友就在2019年4月1日 在父母的怀中 呼出最后一口气 色奴归主 当时还未够两岁 小朋友患上癌症的初期 是爸爸在他自己的Facebook 写下 现在我引述的一段说话 我折禄、润色 读给大家听 我实在不敢去想 主会如何回应我的祷告 无论如何 主耶和华神是应当敬畏的 主安排小孩到我家 是要我认真去敬畏他 小孩仿佛就是主安排到我们家的小天使 他已经叫我自己更敬畏主 和更倚靠主 叫我和我太太更加 好像一个真正爸爸妈妈的角色 也叫大儿子的情况大大改善 世子的生命 从他出生的第一日开始 就已经交在主的手中 主何时要带他走 有他的计划 我就只有跟随主的引领 健步行步 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跪回 我们回回《约伯记》讲吧 当日一节约伯将一切的和患 素诛是神的掌管 但其实我们看回整个第一章 在六至十二节 作者向我们交代 其实约伯的和患是来自撒旦的搞妖 我们很自然就会有个问题 约伯说自己的遭遇和患是来自神的掌权 对不对 对不对 不过 我们再看回整个第一章 去到二十二节的总结 作者讲得很清楚 他说 约伯在一切的事上 没有犯罪 不以神为狂妄 毫无疑问 作者认定约伯这样认定神的掌权是对的 不单止是这样 约伯的二章三节也提到上帝亲口承认约伯所受的和患 的确是来自他的 上帝都认了 我们是谁 我们竟然不认上帝亲口认的东西 我们不敢将和患的源头掃诸上帝 是因为我们以为这样就能够维护上帝的善 其实是本末倒字 各位亲爱鼎姐妹 上帝的善就是善到一个地步 愿意为着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苦难承担负责 这样在你和我人生的苦难就可以不假外求 单单只是寻求上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 我们继续去看第二个重点 就是去放过害你的人 好了 因为伯实情真的不知道有魔鬼搞妖 所以他没有在自己的苦难里面 去掃诸 是撒旦搞我 是你坏 他没有去控诉撒旦 其实是不是出于无知 他知道就会骂他 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如果他知道谁害他 是不是会不同呢 我们如果看回整个辅助经文 特别是十三节到十九节 我们知道 若白知道 其实他的牛路是被士巴人拿走的 帮他看牛看路的那些仆人 都是士巴人杀的 他知道的 他的骆驼是被加勒底人拿走的 他都知道的 看管骆驼的仆人都是被加勒底人杀的 他都知道的 不过 若白知道有人 哪个害他的时候 他在一章二一节那句说话里面 甚至如果你看整个若白记的记载里面 他有没有透露过一丁点 要报仇雪恨的意味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各位亲爱鼎姐妹 容许我用爱心说成实话 当我们遇上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去找人找账 我们很容易就会说 这个不好 那个不着 那个不对 我遇到意外的时候 当然是因为有人不小心 我有病医不好 当然是医我的医生不够专业 他失职 我没有工作 我在工作里面屈屈不得志 当然是我上司看不起我 当然是有同事握我背脊 不喜欢我 一个组织出了问题 当然是当中有人不称职 当然是老头儿不对 移动他 我婚姻出现问题 我和家人关系出现问题 当然是有人搞搞阵 我和弟兄姊妹有冲突 搞脱不了 当然是有人协调不了 当然是全道人帮不了我 不过 若白不单止没有把问题掃诸撒旦 也没有把问题掃诸别人 甚至是那些他清楚知道 是有份害他的人 他都没有掃诸那些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经文一开始介绍若白 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一章一节 我在想 其实人怎么能够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 台湾的电视片集 《我们与恶的距离》 有没有人看过吗 没有啊 为什么我知道我太太在这里 她看也没有举手 所以我不相信大家是举手的 这套电视剧集 借用在台湾曾经发生过的一件真人真事的事件 一件随机杀人的事件作为主题 这套剧讲到 有一宗无差别杀人的案件发生了之后 死者的家人当然很伤心 突然间失去至亲 顿时失去理智 很多的恨意在里面 巴不得将兇手亲手杀了 不行啊 唯有就是将和他有血缘的人都要赶绝 将一切你教不好的儿子 你没有看着儿子的责任 放在他家属的身上 他们有多痛惜失去的至亲 就可以对杀人兇手的家属有多少的怨气 不过这样 杀人犯的父母当然都不会认同自己的子女是对的 老实说 花了20年有多的时间去养育的孩子 竟然成为为和人间的恶魔 其实做父母都想知道为什么 不过他们有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消化这件事情 经过传媒的广泛报道 大部分精神病患的人都被列为洪水猛兽 他们只能够被边缘被孤立 没有人愿意去包容和明白他们 媒体只是顺着大众的恐慌 努力将精神病患起底归类 所谓知情权第一的报道方针 就成为了增加恐慌 增加对立的离弃 其实和持刀杀人有多大分别呢 就是这个时候 竟然有人设法调停 有一个人权律师誓言要保护杀人犯和司法人权 他仍然尝试去畏着兇手 尝试帮他 但是竟然换来众叛亲来 甚至自己的太太都被受网上的威胁 这样的情况 做一个公正的人 几乎要成为一个疯狂的执念 的一个支持者 为什么一而再要为一个 所谓丧尽天良无差别的杀人犯 寻求司法公义呢 为什么呢 即使他最终找到真相和杀人动机 是不是就能够去制止下一宗凶案的发生呢 这套电视剧集的导演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讲到一个 一个你和我都可能有的一个经验 他说 看完一则充满负面资讯的新闻 我们摇头探色细风日下 但我们不知不觉间 生命的深处就种下了恶念的和根 于是转头就会向你身边的人口出恶言 或者在网上留言去写下一则恶评 但是就会觉得 哇 这些很小事 比起其他世界上邪恶的事 我这些简直是湿湿碎 但就不记得了 你和我 这些一丁一点的行为 就成为影响今天世界面貌的成因 原来放过害你的人 放下全流恶念在心中 滋长的可能 并非是畏着别人的好处 第一步 其实是为了去保守自己能够完全正直 远离恶事 制止恶念在自己里面心里滋长 这个才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再我们一起去思想第三个重点 接受人的限制 若白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里面 深刻透露自己在苦难里面的那份无力感 我赤身出于无胎 也必赤身归活 你无法去推翻苦难给你的伤害 你只是可以选择接受 表面上这种想法好像是很负面 但是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的一个态度 的而且确 人在苦难面前 曾几何时以为可以夸口的能力 统统都化为乌有 藉此去揭露人无助的本相 苦难就好像一面清楚无比的全身镜 你站在他面前无从逃避 你一定要面对自己生命的真相 那个无力的真相的实况 你唯一可以选择的 一或就是不看逃避现实 一或就是纯服接受这个真相 一百记有四十二章 头两章就是说到撒旦如何攻击约伯 之后最后的五章就是说到 神终于出手去答复约伯 也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 头两章加最后五章都是七章 但总共有四十二章 就是说余下的三十五章圣经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到有关仇苦的争论 首先有约伯的三个朋友 本来是打算去安慰约伯的 有一个叫以利法 有一个叫比勒达 有一个叫所法 但是他们带着错误的前撤 他们认为人在苦难里面 必定会找到一个 叫我们觉得合理的理性的答案 一百你听吧 你接受吧 结果只是换来 毫无建设性 没完没了的争辩 后来有个年轻人叫以利湖 看到他们四个在这样 于是就答嘴了 就再加插 加入到这个争辩的对话里面 但是骨子女 这个年轻人 仍然依循着一套理性的逻辑 并不能够为约伯 舒缓任何的痛苦 老实说 我们不能够说约伯的三个朋友 和以利湖所说的 有什么错的 其实他们的理性分析的言论 之所以不能够为约伯 带来任何安慰或者帮助 不是他们逻辑上有什么错误 而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解灵还需是灵人 苦难的问题根本不是 人有资格去解决的 苦难的问题是要等上帝亲自出手 才能够解决的 约伯记 38到41章 上帝亲自和约伯说话 神在这里没有直接解释 约伯为什么受苦 提也没有提到 甚至有没有透露过约伯听 其实你真可憐 因为撒旦攻击你 所以你就受苦 连这些也没有说 也没有说 但是在这番的说话里面 约伯一而再被上帝去命令 如勇是束腰 38章3节和40章7节 他叫约伯鼓起勇气 你尽管尝试和我上帝 平起平坐地辩论 辩论什么 上帝和约伯谈天说地 说到天文地理 宇宙大自然种种的现象 说到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没有人能够认得 但是接着就问约伯 你懂不懂这些 其实你知道谁是主宰 那问约伯 其实言下之意 变什么论 约伯 上帝只不过告诉约伯 你是人 我是神 你懂些什么 你根本不可能有资格和我平起平坐去辩论 不过这样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上帝还叫约伯如勇士束腰 去尝试和上帝辩论呢 其实不是真的为了辩论 而是为了鼓励约伯 就算他作为一个有限和渺小的人 就算他在苦难里面有无限个不明所异的问题 白痴不得其解 他仍然可以挺直腰板 挺起胸膛 做一个正直的人 1955年8月7日 和今天一样 那天呢 都是一个礼拜日 在我讲到 开始跟大家讲的 王平道先生 和他的太太 刘景文 在那晚被捕 他被控以反革命罪 在诉讼的过程里面 他反复出入监仓八年的时间 期间 王平道先生曾经在狱中承诺过 他出监之后 会带领教会去参加三字会 但不过 后来没有兑现 他事后去讲回这八年的时间 他称之为 《惨遭失败的八年》 去到1963年7月18日 王平道正式以反革命罪被判 无忌徒刑 而他太太刘景文 亦被判15年的徒刑 1973年刘景文刑满了 但到1977年 才因为白内障 他的事力近乎完全失明 才被释放回家 王平道如何呢 去到1980年1月9日 都被释放 去到1983年以后 王平道自己本身的事力 都变得很差很差 连写字都很困难 于是他们两夫妇呢 有机会呢 不如去美国去医吧 但王太太当时这样说 她说 我们老了 不能再为信徒做些什么了 但我们如果在国内的话 都仍然可以陪其他的圣徒 一起受苦 当王平道出狱的时候 她曾几何时 亦都舍法去为自己 去写一些的书信材料去申冤 王太太又怎样说呢 她说 王平道 你曾经没有兑现过你的承诺 你说过大话 这是你的失败 你要讲道理 或许你会换来更大的失败 你必须要在这个失败里面出来 你说你冤枉 我是你太太 我不是还冤枉 我坐牢 你坐过牢 我做过些什么 因为做了你太太就坐15年牢 还要加上4年的刑满劳动 加上19年 没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赋许可的 天赋许可的 一定与我们有益 今天我们不明白 将来都一定明白 我觉得 没什么 我一点都不觉得冤枉 这番话 真的一点都不容易说出口 1991年7月28日 黄先生在家崇拜 那一天安息主怀 享年91岁 第二年4月18日 她太太刘景敏 姐妹 亦都因病去世 两人合葬在苏州的郊外 东山华桥公墓 那个碑文 写着 黄明道 刘景文 《暂色之所》 《暂色之所》 是黄明道先生 在44年前为她的母亲写的悲闻 那时她纪念她妈妈写的文章 说到她对自己将来去世的事 她这样说过 当我见主的那一天 我会永远不再流泪 因为经常明明记住的时候 的情形是这样的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各位朋友 各位顶姐妹 真的 信耶稣的确 不能够为我们消灾解难 不过老实说 其实你信什么都不能够为你消灾解难 不过信耶稣的确是能够给我们 源源不绝的恩慰 平安和爱的力量 在苦难中夸盛 今天香港 无论由于疫情 经济或者其他的因素 我们都应该预期 我们未来要有艰难的日子了 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想问题是 我们用什么的方法去预备 住更多的钱 啊 快点找个稳妥的地方 安顿下来 啊不是 快点加入某某组织 寻求安身之处 有什么方法 我相信 其实去到地球 什么的角落 都没法为你保证 能够一定消灾解难 但是 唯有靠主 有一个勇气 有一个正直良善的心 迎向苦难 我相信这个是真正的出路 我们 是否已经在预备自己 去迎向面前的挑战呢 我们一起祈祷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你现在是不是在经历禍患逆境呢 你需要 有人为你祷告吗 我可以为你祷告 如果你需要我为你祷告的 你可以举手 我就在这里为你祷告 是 见到那些手了 见到那些手了 今天透过日白记 告诉我们 我们要认定神的掌权 你愿意立志 在你面对的艰难里面 多祈祷 多向上望 认定神的主权吗 你愿意都可以举手让我知道 感谢神 今天也提醒我们 在逆境里面 我们很容易委过于人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要有包容姚树别人的心 不要让恶念在生命里面支掌 你愿意这样立志吗 感谢主 感谢主 人在祸患里面 有无穷无尽的问题 都不能够靠人的能力智慧去解答 你愿意在不明不白的时候 仍然凭爱心和良心 正直做人吗 你愿意这样立志吗 感谢主 天父 我们在苦难里面 我们学谦卑 我们学认定你的掌权 我们学在教会里面 去承载艰难的生命 靠你去胜过 我们今天去数算 不同世代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过去的 无论是今天的 他们都能够靠主 在苦难里面夸盛 求你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 求你兼顾我们的心 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 特别求你加能磁力给他们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